北科南韓兩大政治明星 近日不斷針對兩岸議題發言 韓國瑜拋出你農我農 相互生愛的新理論 柯文哲先是回酸 沒那麼容易 應該要先有後婚 再拋出國是中華民國 加是台灣的論述 更說統獨是假議題真問題 美國不可能在現階段 讓台灣獨立嘛 那不可能嘛 那也不可能讓台灣 去跟中國統一嘛 所以坦白講 統獨在現階段是個假議題 但是在台灣社會 它真的是一個真問題 因為這真的把台灣搞垮了 所以它是個假議題 但是是個真問題 兩岸問題可汗接招 北高兩市的經濟發展 最近也頻頻拿來做比較 雖然柯文哲任內 積極推動西區俯興計畫 不過東區經濟逐漸沒落 更被外界詬病不如高雄 東區是看廣義的東區 其實我照在未來一兩年 南港地區發展會很快速的 那內回好一點 那你信義區的話 大概 如果你東區是指忠孝東路 四段無段這一邊 這個我們會在 這是另外一個要去處理的 強調區域發展需要逐步處理 不過對照韓國瑜 大張旗鼓高調平經濟 凝造活絡復蘇感 反觀柯文哲則頻遭抨擊 只擔心網路聲量高低 只想挑戰大位 五星市政 我們每天七點半開始工作 你知道我們還是 其實人家就說 這等級的 我們每天認真工作他都沒有看到 所以其實台北市政到現在為止 還是速度相當快在推動 這個我非常清楚 我們自己有在控制 柯文哲強調自己工作認真 各項市政都有在推動 不過無論是兩岸立場 還是市政表現 柯文哲若是想角逐 2020總統大選 這兩項必考題 絕對是民意對他最直接的考驗 歡迎新聞柯黃明町上程 台北報導